今天我打了一个超级简单的歧途,可以说是老六打法 但是最后的回报是相当的丰厚,差不多正儿八经的全程只打了一个人就能瞬间起飞 而且很有机会,只需要一颗手雷就能解决战斗,可惜被一个瓢仔给打乱了计划 去死人了,去死人了 开局又是非常好的一号点位,这个点位咱们一定要把握住 这个复活点,如果你赚不到几百万的话,相当于浪费了 看我这是怎么打的 开局当然是直奔地铁口 前面那个让我看见他了,他对我有所防备 这时候咱们必须打他几枪,然后下跃就跑 聪明的敌人可能知道这是鹦鹉蛋,他会直接过来 但是有一些怕死的,他就会被护住 不管怎么样,咱们要保证屁股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进来之后,先看一下箱子 第一个箱子就出了一根金条 我的习惯是开一个箱子,然后就去打boss 哦哦,boss掉了一把毒眼蛇大鼻石 这把枪的话可要可不要,我不太喜欢玩喷子,所以我还是不要了 接着箱子都不用开,就直接上房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听见火箭的人机被人打死了 上来手上捏着一颗雷,对着下面那个武器箱 这招我已经用过很多次了,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那个武器箱大多数人都会开的,因为很肥 看见没,火箭的敌人已经跑去右边开箱子了 不要急,依旧按兵不动,他肯定要过来的 让他当咱们的打工仔就行了 嘿嘿,不爱 突然,我听到一个人也上了房顶 哦,有了,有了,有了 我靠,这小子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 这个瓢仔真的是 暴露了枪声之后,火箭的敌人就不见了 问题不大,只要有足够耐心,我就相信他还会再回来的 这个小瓢仔都不想打你 你主动上来送,包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啊 这个时候有空余时间,咱们就可以去看一下箱子 结果刚下去,就被一个敌人给堵住了 也太倒霉了吧 这个时机太巧了 然后就一面呜呼 这局我失败了以后,我竟然什么都没赚到 都怪那个瓢仔 不过没事,看我这一局 这一局我变成了二号位 我打了下一号位的人 他跳下去了 你们注意听他跳下去之后还开了一枪 这就跟我刚刚那个做法一样的 开一枪是为了吓住敌人 但你面对的是我 我知道你的想法,你肯定是不会蹲的 你绝对是要冲进去开箱子 和我是第一局一模一样 看到了吧 地铁下面没人蹲 而且他没有来C口 相当于我还是一号位 还是老规矩 开一个箱子就去刷boss 又是一把钢铁冲锋枪 不要不要 由于我们要替那人打火箭人机的声音 所以就不用着急上房顶 开完箱子再上 上来后我又开始蹲了 这局必须让你们看到 一颗雷赚几百万 只要他敢开 上来后我又开始蹲了 来来来来 声音来了 哇靠 他被另一边的脑溜给淹死了 还有高手 同行呀 一会儿试试被我淹的滋味好不好受 就在这个时 我的脚下来了一个 而我脚下这个人 成功把火箭那个人引过来 导致他武器箱都没有开 就过来打架了 一定要有耐心 让他打 打赢我 相信他还会出去开武器箱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人这个人没有去开武器箱 而是直奔黑门 那也行 只要他下去了我就能把他堵死 你玩咯 我看你怎么跑 他听到我过来之后也从黑门里面出来了 但是他绝对跑不掉的 我们两个在这里疯狂的拉扯 他想抓我空挡 然后从那里面爬上来 我一点机会都不给他 听声变味和他拉扯了半天 又丢了好几个投授物 这人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拉扯了半天之后 他有可能觉得我没有威胁 然后跑进去开箱子了 不是大哥 你这就有点瞧不起我了 你真以为我不敢下来呀 吃我一胖 无上拿下 打开背包后惊呆了 两个六级棒一尖六甲 还有两把珍珠武器 剩下的全是高级变卖物 太棒了 发财了呀 这波就问你们爽不爽 真就只打了一个人呢 之后再把剩下的箱子全部开掉 我的装备变成了576万 没打他之前才138 雪赚 所以打地铁 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一颗雷就能解决事 如果刚刚他敢开武器箱的话 真的只剩一颗雷 最后撤退 差不多赚了500万 好了 我是唐欣 下期视频见 拜拜 拜拜